有关地外文明的讨论是一个坚久不衰和引人深思的话题 偌大的宇宙中人类是唯一且孤独的存在吗 如果是,那是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智慧生命的出现 若我们不是唯一的,那么迄今为止 我们又为什么还没有与它们发生接触呢 根据大爆炸理论,目前宇宙公认的年龄大概在138亿年左右 百亿年的时间,宇宙中诞生了不计其数的各种天体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当然也是这众多天体当中的一员 在宇宙巨大的时空尺度下 地球可以说是极其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一个存在 地球从形成到人类第一次探索外太空 这个过程,地球只用了约45亿年 当然了,如果只计算人类文明史的长度 即从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开始计算 人类的文明史更是只有区区200多万年 那么按正常逻辑去推想 在人类文明或是说地球出现以前 宇宙经历了这近100亿年 无人文明阶段的发展 高度发达的星际文明 应当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存在了 宇宙也应该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热闹和繁忙 但现实的情况是 宇宙安静的可怕 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不合理 甚至是怪异 连我这样的普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 更何况是专业领域的科学家们呢 针对地外文明的讨论 学界有一个著名的悖论 即费米悖论 费米悖论以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 恩里科·费米命名 1950年 费米在与同事们就餐的时候 讨论起了有关地外文明的话题 随后费米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 他们在哪里 根据在场人员的描述 费米之后还通过简单的估算 得出了外星文明大概率存在的结论 费米甚至觉得 地球应该很早就被外星人拜访过了 并且可能不止一次 不要小看费米的估算能力 被称为费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技巧 也是以它来命名的 费米用极少量的数据 去推算接近真实结果的能力 相当出名 比如在曼哈顿计划 1945年的人类首次核试验 费米也在现场 他通过简单的估算 就计算出了当时原子弹爆炸的当链 约为1万吨TNT 而这场核试验的实际当链 约为2万吨TNT 费米的估算 与实际的误差 甚至还不到一个数量级 总之到了费米这里 有关地外文明存在与否的问题 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悖论 悖论中的两个矛盾论点 分别是由经费米估算出的 宇宙中存有大量外星文明的结论 以及当下我们 没有观测到任何外星文明存在迹象的事实 1975年 经由美国天文学家迈克尔哈特 在发表的论文 关于地球上地外文明缺席的解释中 对费米悖论展开了进一步探讨 费米悖论 此后便作为一个因素的科学理论和模型 被广泛应用于探索地外文明的相关工作中 人类痛恨未知 所以我们总是会去想尽办法 寻找问题的答案 这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要解决费米悖论最直接的手段 当然是实实在在的 去寻找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人类开始使用各种办法 以试图寻找外星文明 我们建造了各种各样的设定望远镜 轨道望远镜 发射太空探测器等等 但令人沮丧的是 这些努力和尝试 虽给我们带来了在天文学等科学上的新发现 但对于地外文明的探寻 我们还是一无所获 困扰人类的费米悖论 至今都没有被破解 正如历史上 人类一时半会儿 无法获取答案的诸多问题一样 理论与假说 通常是可以给问题的研究和突破 带来一些方向的 针对费米悖论 人们也提出了很多理论和假说 试图对其进行解释 在动物园假说中 理论的提出者认为 外星文明是存在的 并且可能高度发达 人类之所以接触不到它们 是被这些发达文明刻意避免了 而这些文明 或许此刻正像动物园里的游客观察动物一样 在观察着我们 只有等到某个契机出现 比如人类逃出了笼子 这些外星文明才可能会与我们发生接触 与动物园假说类似的 还有实验式假说 这个假说认为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式 所有的一切都是被设定好的 而所谓的外星文明 或许更像是某种规则般的存在 技术起点理论 有时候也会被用来解释费米悖论 所谓的起点是一个临界点 在临界点之前 现实的所有一切 至少还在我们的认知和理解范围内 而外星文明 可能已经遇过这个起点了 比如它们已经可以实现意识的上传 摆脱了有机体的束缚 又或是它们创造了 可以自我进化的超级智能 而我们所处的整个宇宙 可能就是这个智能体自我进化的结果 总之在起点之后 一切都将可能是我们无法预料 甚至是难以理解的 这个起点就好似所有粒子和电磁辐射 都无法逃脱的黑洞一样 黑洞的行为 就不是一般的物理模型可以预测的 无论是动物园假说 还是技术起点理论 这些假设里的大多外星文明的科技水平 都远超地球文明 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 但就当下我们的认知来说 还是有些太过科幻了 而相较于这些高级外星文明假说 由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社会科学博士 罗宾汉森提出的大过滤器假说 或许会更符合一般人的认知 大过滤器假说 对宇宙像是死了一样 给出的解释是 宇宙中存有某种限制 在阻碍者 先际间展开交流 汉森把这种神秘的限制 称之为大过滤器 汉森认为在可观测的宇宙中 存在九大过滤器 只有预估了这九大过滤器 异类接触才有可能发生 这九大过滤器 分别是合适的恒星系统 可自我复制的分子 简单地缘合单细胞生命 复杂地增合单细胞生命 有限生殖 多细胞生命 会使用工具的智慧生物 有星际殖民请力的文明 以及最后一个阶段 星际殖民 根据大过滤器假说 要想实现星际间的交流 这其中的每一步 都是不可或缺的 它是一个舍己而善 层层递进的过程 如果无法越过其中任何一个大过滤器 要么生命都无法出现 要么等待这些生命的最后结果 就是阴灭消亡 以人类当下的情况来看 我们似乎很幸运 因为我们越过了困难重重的前七个阶段 处在了具备星际殖民请力的第八个阶段 此时此刻的宇宙中 或许有很多星球 也正处其中的某个阶段 甚至也有与我们同处在第八个阶段的 但就与我们文明程度同步的外星文明而言 星际间过于遥远的距离 显然是阻碍我们彼此之间 实现信息传递的重要障碍 要知道目前与地球相似程度最高的KoI-4878.01 其距离地球也超过了1000光年 或许有些同等级文明的信息 正在向地球发来 但是我们还要等到百年 千年甚至万年以后 才能收到这些信号 若未来的人类或是这些外星文明 其科技水平无法达到星际殖民的程度 那么等待我们的结果 仍旧只有一个 那就是毁灭 就单单于太阳的寿命来说的话 随着太阳内部有限的氢被消耗殆尽 辐射压与引力的尸痕 未来不断膨胀的太阳 可能会导致地球在11年以后 不再适宜绝大多数生命的生存 而这11年 就是决定人类 能否踏进星际殖民阶段的窗口时期 漫长的11年 充满各种变数 就算抛开太阳的因素不谈 并均 环境污染 战争 地外天子来袭 又或是科技上的停滞 这些诸多因素都有可能是导致我们未来终结的原因之一 总之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在生存与毁灭之间 进行着一场漫长的竞赛 对于人类而言 更大的考验 似乎都还在未来 生命越是进化 留给我们的时间 其实是越来越少 虽然根据大过滤器假说 如今宇宙的寂寥无声 它可能导向着一个令我们感到绝望的结果 那就是星际殖民 或许是永远无法实现的 绝大多数文明 可能永远都无法逾越第九大过滤器 当然了 如果往积极的方面想 地球文明 作为一个特别存在的可能性 也不是没有 或许当下的我们 是第一个来到第八阶段的文明 或许未来的我们 又会是第一个 顺利突破第九大过滤器之故的文明 尤其是2023年 AI技术的爆炸性发展 无意为当下全球创新速率下降的悲观氛围 注入了一记前行计 事实上 AI技术如今确实也已经成为了 科学家们搜寻外星文明的新工具了 一些参与SETI的高校和研究所 已经开发出了相比传统技术 能更加快速分析海量天文数据 挖掘外星文明潜在信号 甚至是模拟外星文明行为的AI算法了 探寻未知的道路上 其过程不一定是性性的 当其他学科发展缓慢之时 或许信息技术的急速发展 正在成为人类 打开有关浩瀚宇宙 这座神秘大门的钥匙 总之 对人类充满信心 要好过悲观地看待未来 承载着人类的信息 与问候的旅行者一号 在十多年前 成为了第一个离开太阳系的人造物体 阿姆斯特兰也早已在月球 迈出了属于人类的一大步 SpaceX正在一步步达成 人类航天史上那前所未有的诸多成就 人类一直都在努力前进 在拓宽自己的边界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当某个人类前往拜访外星文明的路途中 与浩瀚的星河 摇看我们美丽的蓝色故乡之时 它会发出一句感慨 原来地球不是我们的囚牢 原来地球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虽然这样的场景对于21世纪的我们而言 仍旧太过遥远了 但在奇幻的宇宙 未知未来的诱惑之下 我们又怎么能够停止幻想呢 其实在AI技术大爆发的当下 利用AI技术超预期的呈现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另外一种形式 去秀探未来的气息 如果你是一名宇宙猎人 你能在太空混战中生存下来吗 我和好说AI一起为本期视频 定制了一个AI剧本 在剧本中 你将扮演一位宇宙猎人 开启一场史诗旅程 你能活下来吗 你能挖掘出人类文明的终极奥义吗 请记住 没有人知道最终解决办法 故事的一切都有你决定 什么 看了大半天的视频 你说你对宇宙题材不感兴趣 别急 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AI剧本 比如我被女同事包围了 嘿嘿嘿嘿 咳 去平行宇宙开启你的第二人生怎么样 或是化身为一名勇者 勇闯地下城 迎接各种未知的挑战和奇遇如何 总之 AI文字游戏 就是突出一个超乎显现 好了不说了 越说心越言 我要前往另外一个宇宙 开启我的第二人生了 也 于是 大可是